威力強大的魚叉飛彈 只要一枚就能集成一艘軍艦 美國路透社報導 白宮已經非正式通知國會 將賣給台灣 暗置魚叉反艦飛彈 以及MQ-9無人機 這個暗置魚叉飛彈 可以在很短時間滿足 整個台海防衛在制海作戰 這個部分這個需要 至於MQ-9未來結合P-3C 可以達成一個相當長一段時間 監控周邊海域這樣的一個作用 路透社日前也透露 白宮已經同意出售三項武器給台灣 奧擴可掛載在F-16戰機的光電徵兆夾艙 以及射程可以攻擊中國沿岸的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與長城空對地飛彈 特別的是和過去依照台灣關係法 只出售防禦性武器不同 美方這回破天荒 對台軍受攻擊性武器 強化國軍的源頭打擊能力 基於美國這個印太戰略的需要 只要具備有限攻擊能力 這是符合美國的利益是需要 台海兩岸就是軍力 過去兩岸已經證明 他已經失衡了 一昧地進行這個 所謂的消極的防禦 可能沒有辦法滿足 國軍台海防衛的需求 包括智慧型水雷在內 還有兩項軍售案 被認為美方也將在近期內通知國會 我國國防部則低調表示 一共七項軍購案 會在美方正式智慧國會後 及時對外說明